那grpc使用呢 跟咱们那个pro buffer角度上来讲呢 基本啊 没有太太多的新东西 就是额外多一个什么 服务 对吧 哎 你额外多一个服务啊 然后呢 对应有服务的这样这个grpc呢 我们去使用proto c 加上一个plugin等于grpc冒号 然后点 这样一条命令 去进行一下编译 就行了 对吧 编译完以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点pb点proto的 这样的一个文件 对吧 好了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说就可以借助grpc 去完成我们的那个 远程调用了 因为你生成的grpc里边 它是不是有一系列 咱们前面所说的那样 一系列的这个接口啊 对吧 哎 完成这样一个调用啊 那我们 呃 我是打算这样啊 我带着大家呢 把这个文件 把这个服务啊 我们写好 这个服务写好以后 然后我对应着 把这个服务所对应的两个客户端和服务器 它所实现的步骤 我给大家写一下啊 那大家参照咱们前面所讲的知识 你尝试着啊 作为咱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作业 你尝试着看看能不能够把grpc的服务端和grpc的客户端 这个代码写出来啊 然后对应的他俩去测试一个这个远程调用啊 因为上午咱们已经写过rpc了 并且带大家封装了 对不对 你要能写出来这样一个rpc调用 基本这份知识你就掌握下了啊 那这块呢 晚自习的时候会给大家说啊 或者明天回过来 我们再再来详细讲一下也是可以的 好吧啊 那我就先咱们先把前期准备工作 我带大家一起做了啊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当中啊 在这个pp包里边前面咱们测试了一个myproto 对不对 那测试这个myproto我就不用了啊 我直接在这个pp目录下边的右键去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啊 比方说我来一个prson啊 就叫小写吧 prson prson 叫person.proto 对吧 那这个代码我给写的 我给大家写的这个代码讲义上面也有啊 你照我的这个去写也行 然后你去看讲义上面的那个代码也行啊 就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grpc服务啊 那根据我们说proto文件怎么写啊 syntax syntax对吧 让它等于一个 我箱里边应该是proto3 双眼号分号对吧 先指定一下你这个版本号不用说了啊 然后接下来pack package package 然后后边是不是应该是pb啊 对吧 我都放在这个目录下啊 都是在这个目录下 好 message 这个要注意啊 你在同一个包当中是不能有同名的消息体的 就好比咱们说同一个文件下不能有两个相名同名的结构体一样 对吧 这跟你写一下吧 就是一个 一个package package中啊 不允许定义同名的消息体 对吧 比方说我刚才在那个myproto.proto那个文件当中 我是不是定义了什么t 不是定义了那个person和student啊 对吧 那我这里边就不能定义了啊 那比方说我换一个 我叫tacr吧 就叫t-shirt结构体 消息体啊 不是结构体 对吧 然后里边应该是int32对吧 然后里边比方说t-shirt有age吧 对吧 age 然后让它等一个1 然后再来一个string吧 比方说t-shirt有姓名是吧 name等一个2 OK 好了吧 就来个最简单版的啊 咱就不去费那劲了 然后那接下来 我在里边现在干嘛 我说不应该去定义服务啊 对吧 定义服务 那怎么定义服务 s-e-r-v-i-c-e吧 刚才咱们讲的语法 对吧 service 比方说我这个地方 刚才那个say 我们是不是有了一件 换一个啊 比方说我叫sayname吧 对吧 sayname这样的一个服务 然后里边呢 应该就是rpc 对吧 那比方说 这个sayhello 刚才是hello world的 我这是sayhello吧 lro OK吧 sayhello 然后里边应该是传餐 传t-e-a-c-h-e-r-t-shirt 对吧 然后呢 r-e-t-o-n-s retens 返回呢 这里边我们说只有一个消息体 我就返回它自己 是不是也行啊 对吧 就咱们写一个测试啊 就先不去管它那个含义了 对吧 只要你的参数和返回都是消息体 对吧 cntr-out-l排一下板 可以了 好了 那我这个proto是不是就ok了 那接下来对应的 我们去完成一个 在这个上边 完成一个那个rpc通信 那你对应的是不是要给它去生成文件出来 就生成咱们所说的那两个proto文件 对吧 那怎么去生成 生成两个proto文件 用到咱们那个命令是proto say 然后 刚刚go out 然后plugins 然后等于grpc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那咱们直接写了啊 proto say 然后应该是-go 下线out 然后等于plugins 然后等于一个grpc 然后冒号 然后点杠 空格 然后星 后边是点pro proto 可以吧 然后回撤 好了 生成出来了吧 是不是有一个person.pb.go 对吧 打开person.pb.go 我们直接往后边找那矩阵就行了 找这矩阵 矩阵再往后 后边是不是有那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好吧 那这一系列函数 刚才咱们给大家讲对应关系了 这个是 cname clant 你看clant就是客户端的部分吧 这是客户端的类对象 客户端所绑定的 不是 这客户端的一个初始化 对吧 这是客户端所绑定的方法了 然后再往下呢 cname server interface 这是服务端的吧 对吧 那服务端下边是不是register cname server 这是不是就是服务端的方法了 对吧 好 那接下来对应了 有了这个之后 需要大家啊 我给我需要你晚上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是 这个是作业吧 相当远 对吧 完成的这样一个任务是 这个 服务端 服务端 它的一个grpc 和服务端 它的 对不对 和这个客户端 它的一个grpc 通信 就咱们前面是不是讲了那个rpc版的 对吧 现在用grpc版 那grpc版 我大致跟你说一下啊 就是服务端 它具体的步骤是什么 第一步应该是先初始化一个什么对象 应该是grpc 是不是对象 然后呢接下来第二步呢 我应该去注册 服务 对吧 然后呢第三步呢是设置监听 我在说的指定详细点啊 去指定一下 指定我们的ip和 purt 对吧 然后接下来第四步呢是启动服务 是吧 启动服务啊 那启动服务的这个地方稍微提一嘴啊 用的是grpc server 去调一下一个server方法啊 这地方啊 你可以试着去写参考一下 你要是实在不会的话 参考一下那个 serve 应该是这个方法 我记得 是调这个方法啊 是吧 调一个这个方法啊 然后把前面那个listener传进去就行了啊 实在不会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官网上面 他给出来那个demo啊 自己去 之前我说了 你要学会自己去查资料写东西 对吧 不能什么东西都我带着你去写啊 好 那对应除了服务器以外呢 客户端 第一件事应该干嘛了 他去连接grpc吧 grpc服务 对吧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应该去初始化一个grpc客户端 对吧 然后第三步呢 去调用 调用远程服务 好了 基本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就写一下 作业就是一个grpc的一个远程调用 是吧 OK吧 那基本啊 这个远程调用的操作啊 就是这 相当于七步 当然 你是不是要结合刚才咱们编译生成好的这个person.pb里边的这个文件啊 对吧 跟他结合一下啊 这个大家试试看 好吧 看看能不能自己就咱们讲过这个知识是把它写出来啊 如果你自己能写出来就更好了啊 如果你要实在写不出来的 没关系啊 晚自习或者是明天吧 可以吧 或者晚自习回来 我带大家写一下 或者明天上课的时候 咱们大家写一下啊 看看大家掌握这个情况怎么样 好吧 那正常也是我们应该到五点下课 对吧 咱今天内容就先这么多啊 那今天晚上六点的时候回来 六点到八点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晚自习啊 你可以就咱们今天白天讲的这块知识提问啊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发给我 或者你可以发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问题到这里边了 咱们再给大家解答 好了 那今天下午咱们就先到这了啊 好 还是有问题 你先发到这里边来啊 我可以在这里边走